公元前23年农历6月初一 按照当时中国朝廷的纪元 这一年应该是新莽王朝的始建国帝皇上午元年 不过考虑到我们故事主人公的政治立场 我们就不使用这个冗长的官方纪念了 而是直接使用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公元纪念 或者叫做西元纪念 这公元前23年的农历6月初一 之所以有资格被载入中国史册 那是因为在这一天 一场决定了王朝兴衰的大战 落下了帷幕 一位天命所归的帝王 崭露头角 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就是我们这一段故事的主角 忠心了大汉王朝 为刘家天下又续命195年的 汉氏祖光武皇帝刘秀 刘秀是西汉开国皇帝 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 是汉景帝第六子长沙王刘发的后代 这和后来蜀汉开国之君 和昭烈帝刘备不同 刘秀的家世在史籍中 是有着清晰明确的记载的 模仿三国演义里面的说法就是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 第六子乃长沙帝王刘发 发生冲林豪流买 买生御林太守刘外 外生巨鹿都尉流回 回生南顿令刘亲 刘秀乃刘亲之子也 刘秀的父亲刘亲 在刘秀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刘秀是由他的叔叔抚养长大 长大成人之后的刘秀勤于农士 专心操之家业 而他的大哥刘衍则是恰恰相反 不仅不喜欢耕种 而且还喜好游侠 在家中豢养门客 所以刘衍就经常嘲笑刘秀 说他像是汉高祖那个 只知道在家种地 丝毫不关心天下大师的二哥刘喜 言外之意 刘衍那就是自比自己是汉高祖 这也您倒不用惊讶 这刘衍如今自比汉高祖 还真算不上什么谋逆之心 因为就在刘秀十四岁那年 西汉外戚 汉原帝的那只王莽 窝称帝之后 改国号为新 不过新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形容词 放在专有名词里 确实容易引发奇异 就连病毒的变种编号也要避开它们 所以为了避免人们误会 新朝是在说一个新建立的王朝 所以我们通常会称呼王莽的这个新朝为新莽王朝 因为这个朝代自始至终 只有王莽这么一位皇帝 王莽登基之后 打着复古的旗号 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经济改革 惹得天下是民怨沸腾 犹如鼎沸 新朝建立的第八年 公元十七年 京楚一带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 荆州地区的鸡民为求活命 不得不揭竿斩木 笑聚山林 因为这支农民武装最初主要活跃在今天湖北京山 当时被称为鹿林山 所以这支农民军就被称为是鹿林军 后来中文中把脱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 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的社会 称为是鹿林 正是起源于此 后来因为鹿林山发生瘟疫 所以鹿林军只好离开鹿林山 分兵转战 却正是因此扩大了声势和影响 成为当时反抗新莽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他各地的民间武装也是纷纷加入其中 这其中就包括了刘衍刘秀兄弟领导的冲林兵 我们前面提到过 刘秀的高祖父是汉景帝的孙子冲林结侯刘买 封地就在冲林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早阳 所以刘家子弟在冲林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枝繁叶茂的庞大宗族 如今刘家的天下遭人篡夺 身为高皇帝子孙 当然不能熟视无睹 袖手旁观 而刘秀的大哥刘衍 平日里好游侠养门客的这种高地遗风 也使得他在当地的宗室子弟中颇有声望 自然就成了这支武装的领袖 除了刘衍刘秀兄弟的冲林兵 还有另外一支临近的反抗力量平林兵 也加入到了陆林军的反抗王猛的好大队伍之中 在这支平林兵中有一位成员刘璇 刘璇和刘秀兄弟论起来还是亲戚 算是他们的族兄 刘璇的曾祖父是刘买的嫡长子 冲林大侯刘兄渠 所以要是这么算的话 按照中国传统的嫡数长幼的观念 刘璇这一招的宗法地位 确实要比刘秀兄弟更高一些 更重要的是刘璇只是因为避难 才凑巧加入平林兵的 在军中只是担任幕僚 并不掌握实权 更没有什么自己的嫡系兵马 所以在陆林军会合了各部武装发展壮大之后 刘璇就成为了一个各方各派 相互牵制妥协之下 大家都算是能够接受的领袖人选 公元22年3月11号 也就是农历的2月新寺 陆林军各部在御水 也就是今天的白河河畔聚会 共同拥戴刘璇为皇帝 建元庚使 大赦天下 光复汉朝 这就是两汉交替之际 昂花一现的庚使政权 庚使帝登基之后 对各部各派的大老们 那也都是家官进爵 后驾风赏 陆林军的发起人王匡王凤 被封为是国上公 新士兵的重要将领 朱伟担任打司马 平林兵的首领陈木 出任打司空 而刘秀的大哥刘衍 作为冲林兵的首领 也被任命是打司徒 封汉信侯 庚使政权建立之后 立刻兵分两路 汉军主力以刘衍为主将 庚使帝亲为后援 围攻中原重镇晚城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 同时成国上公王凤 率领一支偏师 北上去夺取昆阳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夜县 以为主力侧影 而刘秀当时正隶属于 王凤回家 王莽听说 庚使政权建立的 消息之后 立刻以他的堂弟 王毅为主将 大司徒王巡为副将 征召各郡县兵马 43万 在洛阳集合 号称百万 南下救援完成 企图一战就灭亡 更使政权 在王毅军中 还有一位身高 两米三的巨人 巨无霸 据说他这个人 能徒手拉动三匹马 而且他还会驯兽 能够驱赶虎豹 犀牛 大象等等 今天中文中巨无霸 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支新莽军队从洛阳出发 南下救援完成 昆阳就首当其冲 正是这条进军路线上的第一座汉军城池 当时有部将就建议王毅 说昆阳城小 无足轻重 而且城外地形复杂 不适合打军展开 因此应该绕城而过 直取晚城 晚城之为弱解 昆阳自然是望风而降 但是王毅为人谨慎 他心里对于汉军之前连克挤录新军地方部队的战绩 仍然心有余悸 所以担心 如果大军和汉军对峙于晚城城下 一时不能得胜 昆阳汉军南下救援 截断新军退路 那么这时候新军父辈受敌 恐怕就会有兵败的危险了 再加上昆阳虽然城小 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是连接洛阳到晚城的水路交通枢纽 所以王毅还是决定 稳扎稳打 先克昆阳 再救晚城 为了鼓舞士气 王毅对部下将士扬言 说百万之师所过当灭 今吐此城 谍雪而尽 前歌后舞 鼓不快耶 不过王毅虽然口中 号称是百万之师 但其实当时已经集合完毕 跟随着王毅抵达昆明城下的新军 只有十万人 但这足以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因为当时守在昆阳城中的汉军 不到九千 还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 因此守在昆阳城中的汉军将领 纷纷主张 避开王毅大军 放弃昆阳南下去和主力会合 就连汉军主将王凤也是这种观点 一时之间 失败的气氛笼罩在汉军全军上下 气氛异常的压抑 正是在这时候 只不过是个偏将军的刘秀挺身而出 提出了和兵尚能取胜 分散势难保全的观点 刘秀对众人说 如今城内缺兵少量 而城外敌军声势浩大 正因如此 才必须要合力守城 只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如果分散撤退 那势必会被敌人个个击破 而且现在汉军主力还没有拿下晚城 全靠昆阳在这里牵制抵抗各路敌军 如果放弃昆阳 王猛的大军乘势难下 只需要一天的功夫 从昆阳到晚城 这各路汉军全都得完蛋 如今正是需要大家同心同德 共举大业的关键时刻 怎么能心里只想着守住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 金银戏软呢 刘秀一番言辞慷慨激昂 打动人心 对时局也是动若观火 一直轻视刘秀 拿他当个书呆子的各位将军 也都对刘秀刮目相看 于是表示愿意听听他的见解 最后在刘秀的建议之下 驻守昆阳的汉军决定 主将王凤率领城中这八九千汉军 坚守城池 刘秀则则是带着十三名部下 赶在新军合威之前 趁夜出城 去周围搜罗布众 寻找援军 刘秀出城之后 到了周围几座之前 已经被汉军夺战的城池 希望驻守当地的汉军 能和自己一起去救援昆阳 可是这些地方的汉军将领们 心里想着的 都是之前打胜仗以后 得的战利品 都想留些兵马 把守城池 守护家财 看着他们这一副蜀木寸光的样子 刘秀就说 现在强敌压境 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敌人 不仅能够立下不适之功 而且还能获得比你们现在手里的这点战利品 多上一万倍的珍宝 可是如果我们被敌人打败 那到时候连自己的脑袋都搬家了 有再多的财物又能有什么用呢 汉军将士们听了之后 认真想想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于是他们也都破釜沉舟 倾尽全力 出动全部军队 跟随刘秀去救援昆阳 就这样 刘秀在周围各城 聚集了步骑兵一万七千人 回援昆阳 公元22年 农历六月初一 刘秀带着援军回师昆阳 在距离包围昆阳的新军大营 四五里的地方安营列阵 刘秀亲自率领三千金瑞 作为先锋 直取新军主将大营 一场在中国历史上震朔古今的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就此打响 新军主帅王毅 并不知道刘秀出城球员的事情 听说包围圈外 又有打着汉军旗号的兵马 冲击大营 他这过于谨小慎微的毛病 就又犯了 王毅就开始在心里琢磨 这支汉军哪来的呀 是又有新的汉朝 一老一少揭竿而起了 还是耕使政权 拿下晚成分兵来救昆阳了 琢磨半天 也没想明白 干脆王毅下令 自己和王巡 率领中军一万人 迎击前来攻营的汉军 至于新军其他各部 各自坚守迎战 继续围困昆阳 不得善力之手 这下就完了 王毅和王巡率领一万新军中军 迎战刘秀这三千精锐先锋 力战不敌 而其他各部新军 受了王毅的将领 各自坚守 谁也不敢派兵出来救援 而恰在此时 空中突然天雷大作 是狂风骤起暴雨如注 屋顶上的瓦片到处乱飞 河水中的水流迅速猛涨 新军阵型因此大乱 刘秀趁机猛攻 最终王巡战死 新军全线崩溃 光是为了逃命 掉进影川淹死的新军将士 就多大上万人 就连王毅自己 也是在亲信护卫的 拼力保护之下 这才得以带着几千幸存的骑兵 踏着淹死的几方士兵的尸体 渡过影川 摆脱了汉军的追击 这就是足可以称的像是 东汉王朝立国之战的 昆阳之战 正是因为在昆阳之战中的 力挽狂澜 刘秀一改平日里 留给别人胆小懦弱的殊胜形象 成为了汉军军中 受将领敬佩 受士兵爱戴的 智勇双全的杰出统帅 这也为他之后三年称皇帝 十年统天下的传奇 奠定了最初 也是最关键的基础 这段昆阳之战的故事 我是按照资质通鉴上的记载 给您讲的 所以估计有不少朋友 听了之后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确实如此 在记录了东汉历史的 各部史学名著之中 资质通鉴对于昆阳之战的记载 是最为平淡无奇的 据说按照后汉书 后汉记 还有东关汉记上面的记载 在昆阳之战中 还曾经发生过一件 直到今天 仍然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大事 那就是天上曾经掉过陨石 砸了王毅和王寻的打赢 这也使得刘秀 瞬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 所有真实存在的皇帝中 人生最为传奇的意外 但是打仗的时候 天上掉陨石 把敌人给砸了 这种事实在是太太太小概率了 虽然说按照科学家的估算 我们的地球每天能够 捕获上万颗的流星 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 都会在穿越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 完全弃化 最终真正能够作为陨石落到地球表面的 少之又少 据统计 截止到2011年 全世界大概只有4万颗陨石标本 您可能会觉得 这4万颗 这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数目了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您 这4万颗陨石 那是地球形成之后 这45亿年以来 所有坠落在地球上 然后被人类发现的陨石的总和 这其中真正的坠落陨石 就是有人目击到陨石坠落 然后在坠落地点附近找到的 这样的陨石 大概只有一千颗 关于人被陨石砸中的这个概率 还真有学者认真研究过 20世纪80年代 英国政府相关机构 为了向公众说明核电站的安全性 曾经计算过很多种灾难发生的概率 然后用来和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概率 进行比较 这其中就包括被陨石砸死的概率 根据计算 一个英国人被天上掉下来的陨石砸死 这种事需要七千年才能遇到异会 相比之下 加拿大的天体物理研究院的研究 就显得更加国际主义一些 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在加入了许多额外的假设条件之后 计算得出 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比较平均的分布在整个地球陆地表面的话 那么大概每九年可能会有一个人被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击中 而这其中还包括了那些陨石非常非常小 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太大伤害的情况 所以说这天上掉下来大量的陨石砸退了一只十万人的大军 这事怎么琢磨都有点不太靠谱 当然也有可能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巨大的陨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且不说当时大军围城两军对阵 大型陨石坠落不可能只伤新军不伤汉军 如果真的有大陨石坠落 那即便是两千年过去了 今天也应该仍然能够在昆阳附近 找到陨石坑的遗存遗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方面的考古学或者地质学生的发现 那么这昆阳大战天上掉陨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段故事 在后汉书的光武帝记里面 是这样记载的 夜有流星坠营中 骤有云如坏山 当营而陨 不积地齿而散 历世皆艳福 至于后汉记和东关汉记中 对于所谓吊陨石这件事 记载也都和后汉书基本一样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流星坠营中 结合后汉书中的其他章节 以及对照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典籍 把流星坠营中解释成 有陨石掉落在军营里 这种解释极有可能 其实就是个误会 首先这里的坠 想要表达的应该只是流星的行动方向 是朝着地平线方向下落的 而不是说真的掉到地面上了 因为对于昆阳之战 有流星坠营中这件事 在后汉书的天文志里同样有所提及 天文志中的原文是 莽有腹败之变见也 骤有云气如坏山 坠军上军人皆宴 所谓迎头之星也 战约迎头之所坠 旗下父君 血流三千里 事实光武将兵数千 父就昆阳 杀司徒王寻 王毅还长安 迎头之变 父君流血之应 意思说的是 这王莽的覆灭败王 早就有天象预兆了 白天有像崩塌的山峰一样的云团 出现在新军的头上 军中官兵都感到非常厌恶 因为这一团云气 就是通常所说的迎头星 中国古人认为 人世间的一切都对应着天象征兆 所谓天垂象 剑极凶 圣人象之 这个迎头星 就是中国古代天象学中的一个概念 说的是战争中军营上方的星象 是大凶之兆 意味着迎头星下方所对应的军队将会战败 伤亡惨重 所以新军官兵才会对他的出现感到厌恶 其实和昆阳之战中迎头星类似的描述 也在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记中有所出现 比如新唐书里就有 孙儒公阳行密于宣州 有黑云如山 剑下 坠于如营上 壮如破乌 战月迎头星也 这阳行密不过是唐末诸禄军阀之中的一位罢了 总不能也是位有着主角光环的魏面之子吧 而且和我们今天并不会把流星陨石混用一样 在中国古籍中 流星指的就是天空中划过的流星而已 而对于那些没有在穿越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完全气化 而坠落到地面上的天体 中国古人称呼他们为石或者叫火流 而陨石坠落的这个现象则被称为陨石 比如明史中就记录过几次真正陨石砸到地面上的情形 成华六年六月人参 信阳雷声如笑 陨石一碎为三 外黑内青 嘉靖十二年五月丁末 旗线有声如鼓 火流坠地为石 崇祯十九年九月丁末 太康陨石 诸如此类 所以说昆阳之战中的 有流星坠营中 并不是真的天降陨石帮着刘秀打败敌军 而是在战前出现了不利于王莽一方的天象 动摇了新军的士气而已 昆阳之战的胜利 依靠的还是刘秀个人的领袖才能和军事才干 以及昆阳城显要的地形地势 还有就是王毅的种种失误 比如他没有针对昆阳的地形调整排兵布阵 没有接受王凤的投降 没有调及足够的优势兵力 去阻挡刘秀的援军 等等 如果还要再加上一点的话 那就是当地南央豪族们 对于刘秀兄弟的信任和忠诚 这些才是汉军能够在昆阳之战中 以少胜多的真正奥秘 昆阳之战可以说是重创了 新蒙王朝的军事主力 汉军获得了新军一切的大量自重 据说刘秀指挥部下搬运了好几个月 都没有搬完 最后只好把实在搬不完的那些放火烧毁了 至于王猛那四十三万大军 不是殒命沙场 就是做鸟兽散 王毅只带着几千残兵逃回洛阳 消息传到王猛的都城长安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 朝野震动 而海内四方豪杰也都大受鼓舞 纷纷起兵 斩杀新蒙王朝任命的各级官吏 竖起汉家旗帜 改用更史年号 四个月之后 汉军公入长安 王猛带着禁卫退守皇宫 在混战中被陆林军中的一个商人杜吾所杀 新蒙王朝十四年的短暂历史 也就到此终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